这个牛逼的姜粉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 马来西亚 对 玩咖喱实际上 马来西亚人要比泰国人玩的更牛逼 因为他们毕竟回民 我们用姜粉和啤酒先把鸡腌上 今天我们做一个姑娘们的必杀鸡 芝士咖喱鸡 起司和奶油 这姑娘就归你了 咱们要炸鸡今天 这是我们刚腌好的鸡 这是姑娘们会害怕的一种咖喱 实际上是最正宗的一种红咖喱 这是什么 这是鸡 这是鸡 这个鸡 卧槽 能吃得了这么多吗 这也太多了吧 这炸鸡 秀多是姑娘 这 对啊 这卧槽 这 这要兜成了 卧槽 废了 昨天那叫什么赵四 还是什么 还是那炸鸡 要伟哥 你还听着那个了 两次炸啊 我们这鸡是 吃吃吃 看看 炸鸡 这能吃了 这不能吃 不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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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吃了 不能吃 不能吃了 姐姐 真不能吃啊 真是生的 这可能是全球最容易勾引姑娘的一道食物 哪里有姑娘会拒绝 哪里有姑娘会拒绝 对啊 昨天有人说我们的炒猪肝不够毁敏啊 你不是废话嘛 你两个不清真 臭的 第一锅炸的鸡本就差不多了 你看今天我们没使大火 别老逼逼我们 他们的有牛逼火 今天我们完全没使大火 这道菜在电磁路上也可以完成 这也炸到什么时候 基本上听声 听声 对对 你看现在还没有逼了巴拉的声 等那逼了巴拉那声一出来就OK 现在还是那种咕噜咕噜的声 这咕噜咕噜的声就是热明它有水 等逼了巴拉一出来 更没有水汤往外溢出了 平时长你看现在 有几里歪歪的声吗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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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就是用小学生的词语来表达成人的反应 反正就那点事儿 谁又不是没经历过 小学生没有 我早就不是现在小学生也差不多了 对啊 小学生现在都很厉害 差不多了这鸡腿 我们来控油 这时候我换一口锅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铁锅 卧槽你们今儿把我的麻布都拿走了 我都不能擦灶台了 我一个这么爱干净的人 我一个这么爱干净的人都不能擦灶台了 我一个这么爱干净的人都不能擦灶台了 难过都没说话了 你跟着不要说话 然后我们现在倒一点蒜 你看这葱壮的大手 这哪天哪个鼻子上 会哪个手好多 对呀他妈手都是毛我擦 咱那手都是毛还能他妈的有那么多弹幕 我这手没毛竟然没有弹幕 ASMR ASMR是什么呀 跟SM有关系吗 炉内高潮 就那儿还能炉内高潮那得理什么人啊 好我们把这个锅稍微小一点火 然后就把它拿起来换一锅 然后就换一锅 就是为了给它烧热了 巴特 巴特 我们用大量的黄油 这个是姑娘的最爱 有了它 基本上今天晚上你就成了一半了 化黄油的时候这个 化黄油的时候锅别太热 会丢失香气 现在我们把这大蒜放进去 黄油是爱糊的油 对黄油是爱糊的油 因为它里头动物油脂比较多 黄油很香 真大蒜的味道 真他妈香 我把你们俩串 嗯 真他妈香 我从小老大都被夸摔 我已经习惯了 皮了就 然后这时候我们加一点这种 超市里买的这种普通的咖喱粉 很普通的这种咖喱粉 嗯 一手的是大蒜 是 多加点 一般咱们买的这种咖喱粉的味道都比较 味道都比较小 这壶子我只能单独你跟我 我给你讲 中午饰饰一下就算了 多加一点这个咖喱粉 然后炒这个咖喱粉一碗黄油 这个时候很容易糊啊 小心 小一点火 小一点火 我惨 就用铁锅的温度都能给阿弄烧了 然后赶快加一碗水 好香 嗯 最基本的咖喱酱 现在都做出来了 真是什么牛 看这平散的程度 今天我们做的这咖喱是没有洋葱的啊 好好好 为什么要 因为没洋葱啊 擦了 因为忘买洋葱了 真这么老 因为忘买洋葱了 所以今天的咖喱是没有洋葱的 我以为特别严特别辣 其实实际上要是放洋葱的话 会做两样洋葱 在这时候会加一个洋葱 和出锅的时候会加一次洋葱 两次洋葱 说是这没有 反正也没有 然后这时候我们加一点这个 他们说 说最难吃的这咖喱酱 红咖喱 红咖喱 这才是真正的咖喱 这才是真正的咖喱 这是哪的吗 来的是吗 不是泰国的 泰国的 泰国的红咖喱 咖喱分三种 红绿蓝 红绿黄 红绿黄 红紫黑吗 对对对 红紫黑 最最辣的咖喱是黑咖喱 你还没气我没吃过咖喱吗 黑咖喱吗 黑咖喱是最辣的 然后其次是白咖喱 藕和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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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最好吃的是蓝咖喱 你们肯定没吃过 看我也没吃过 梦里花落枝说的 对对就没见这事的咖喱 你们吃过吗 湖兰 这种湖兰 湖兰 然后这次我们基本上已经快熬好一个 咖喱的一个基础价格了 主锅里好像天蝎座呢 这时候看它已经开锅了 咕咕咕咕咕哈 对咕咕咕这鸡 我用用小一点 不用 太牛逼了 又该有人吐槽把这个勺搁在这上面 我就搁那 这些人可能我觉得他们是不了解持续 不知道他们自己去吃饭看过什么样 没错 加点水 你们俩谁亲一下 男的女的呀 不知道 女的他们才亲呢 男的谁亲 现在的这个咖喱的状态是比较像 黄咖喱 因为我们稍微加了一点那个红咖喱 这样的话 我们加的这个紫咖喱会导致的 我们用的是黄咖喱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 加奶 加奶 整个这个加的过程中是这样 就是要让它的汁收的尽量的 尽量的多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加大量的椰浆 加女人之最爱 起司 基本上我看到一个评论就是 姑娘基本上 见着大量的起司就走不动道 尤其这种拉拉链的这种 比巧克力管用 对比巧克力管用 哇擦 谁那么巧克力糊弄 姑娘那是什么 这是上一代的事 我小时候才那么干 现在得用起司 拉链的起司 拉链的起司 才能嗅到蜜 都是暗喻 没错 戏锅没起司 要擦车弹呢 然后加盐 OK了 OK了 我们的咖喱已经好了 锅也别断下去了 对锅可以直接断下去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小招 在咖喱出锅之前 再加上一点点椰奶 这样奶味就够香了 这样椰香味就出来了